解答州務大臣莫哈莫沙努西昨天揭露 日德拉州議員納豆斯里穆克里 在擔任州務大臣期間 大臣機構有一筆一千三百萬令吉的款項 遭人轉移到了海外銀行賬戶 他希望執法單位能夠協助州政府和 州務大臣機構追回這筆款項 沙努西還說由於案件已經交由執法 單位調查 他不能夠回應太多 但是希望能夠深入且公平的調查 以確認到底是涉及貪污濫權 人還是失信案件 雖然說不方便透露 但是沙努西還是展示了四張轉帳文件 並且念出款項數額 他還聲稱自己在國外沒有存款 因此沒什麼經驗 不知道這筆款項是否轉帳到了加拿大 只知道是通過巴克萊銀行轉帳 另一方面 擊打反貪會主任納豆沙哈龍證實 反貪會官員昨天晚上已經在擊打州務大臣 穆哈默沙努西的辦公室 拿走了一些重要文件 並且稱讚他給予高度的配合 謝謝大家 我來看見你了